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所有球队一样 一位球员在曼联的经历 总是和运气 以及机遇挂钩 这取决于你在队里遇到了谁 如果败利得到合适的机会 我认为他会是能够解决球队问题的一名重要球员 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发生 那么很明显 败利的处境就需要好好评估一下了 不过现在把话说死还太早 我的西班牙合伙人负责管理败利的经济事宜 他们在各方面对败利都很谨慎 而败利本人非常集中于在曼联踢球 因为出现伤病 败利缺席了曼联最近的几场比赛 不过俱乐部认为他在国家队比赛日后就能复出 只不过就算这位科特迪瓦后卫身体健康 给他的比赛机会也少得可怜 而在今年下创 曼联还曾想将他卖给AC米兰 只不过这家一甲豪门对牵下败利并不感兴趣 本赛季曼联的防守问题数次成为了引发外界争议和质疑的焦点 而作为后卫的败利却难以在阵容中获得一席之地 马奎尔和林德洛夫这一对防守搭档的表现并不稳定 他们在9月份就让水晶宫在老特拉夫德拿到3分 曼联赌场1-6 惨败于热刺的比赛更是让曼联后卫们处在舆论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 欧冠小组赛爆冷出给伊斯坦博尔 甚至让曼联防蟹在欧洲赛场也丢尽脸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